我讲到大汪婚风波不断 艺人阿雅日前在微博还爆料说 大汪婚的伴娘服是大S亲手设计定做的 直夸很高雅 不料呢现在却马上遭到大陆网友踢爆说 跟国外名牌撞山了 遭到批评说根本是山寨版 而真相到底如何 中间新闻的追踪报道 大S汪小飞婚礼风波不断 现在就连伴娘服也出包 伴娘阿雅在微博爆料说 身上这一席紫色礼服 是大S亲自设计的 还问博友们是不是高雅又不奢华 但现在却被大陆网友踢爆 根本是山寨国外时尚名牌 单穿或搭外套都很美撞山的 就是这一款 仔细比一比 山寨版和名牌版 衣服的设计风格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伴娘服的长度稍微长了一点 这款美国名牌在娱乐圈超级有名 还曾经出现在电影 欲望城市当中 您看看除了色调不同之外 雷同度实在超高 但正宗的名牌货 售价一件要卖台币两万五 大陆媒体这回逮到机会 以斗大的标题报导 大小婚有钱人梦碎 竟然去山寨名牌礼服 婚礼落幕了 伴娘阿雅的好意爆料 却让争议再添一笔 恐怕是这位伴娘所始料未及 昨天新闻前后台综合报道